好了,快点快点,快点来看,这最后一次了,卸了是树王是卸了,再不看就没机会了,这个效果今年就已经出来了,1300袋的树王,今天正是打完收工,1300袋给大家做个广告,赶快,总共145袋,总共145箱一件,总共1300袋, 每一件九个苹果,这一箱苹果是88元,真对咱们自己的同学,有钱的帮钱厂,没钱的也得帮钱厂,一人一个,一人一箱,总共这么多,抢完没有了,冯老师说了,不帮人厂,下次再打电话,给你留一手,技术给你留一手,你看这个,这一箱是九个苹果,中间带一个字,统一标准,就是这样一个箱子,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, 这是咱们这树王的成绩,这是咱们树王的成绩,1300个店,多一个,没有,大家也,回去之后,主要是考虑什么,主要看,它这个,着色,亮度,规格的大小,核心是内在的糖,糖味,果子要想好吃,必须具备三个特点, 第一,糖度要够,要甜了,第二,你吃了之后,后味,回味要是香味的,第三,要入口,那个口感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,大家品尝品尝,这就是标准,这是内在质量的标准, 也可能大家在这个果个上可能能赶上,但在内在质量还是在玩上,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质量的问题,你看这两年越来越明显, 好果子的价格越来越高,这个洛川这边就是四块左右,到净净变成五块到六块, 所以说,活果子,一定要生产高品质的果子,不能光图数量,那个垃圾果是不值钱了,你别生产垃圾果,垃圾果都不行嘛,咱们这个目标给大家定好啊, 这一棵树,一万块钱,多了目标,不要啊,咱们共同来完成这个目标,树王的目标就是,这一棵树的价值,就是一万块钱, 多了咱也不吹了,再吹了没用,再吹人家,就这人家在说人家,年年说,年年说,咱吹了, 今年说,一千三百亿能不能长大,说咱吹了,今年又套一千三,结果又吹了, 非得就吹得哑口无言,没词,这是,再给大家拍摆这个视频,来,冯老师,你给大家做个质量的承诺, 刚才唐老师也说了,这也就是年以受培养,今年六年了,这两批六年,正中五年了,培养了一个树王, 以为是,下次要给他同学们要卖这个苹果,一方面让大家尝一尝, 再二方面让大家尝一尝,再二方面让大家尝一尝, 视网上的苹果酒精都几十一多大,而个儿也甩了,就是那么一千三百个个儿, 所以说要卖的就赶快下单,完了以后就说是他这个苹果, 这个苹果现在我前几天做那个事严,他这个抗氧化好,抗氧化能力特别好, 主要是他这个穷是鸡肥,全中国还又去省我,那省我又去肥, 这就是全年只吃一次鸡肥,然后完了就是唐老师给你说的那量肥量碎, 和那个三无边缘,这就是严面上不同营养, 这些你都打倒了以后,苹果的质量,内灾质量, 就打倒了这个区域了,其他的我就不多说, 那这没有事给大家说,完了以后就是, 谁想猜技术上咨询,都可以大加化,加运行, 要装了一条锅子, 下面都下完了,再就刷了这一刻, 就会把这个下完, 下完了,然后这个都从捡钱开始去下的, 下的看能不能猜最迁之鸡下, 这也不放弄过,这笔方, 最迁之鸡三小,你只要能把这能, 那个茶能卖完就行了, 同学们帮一帮忙, 我给大家,我摘了一个,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的感觉, 真的是不一样, 不曾发现, 汁多,肉的细, 香甜咳嗽, 看一下骨肉, 哇, 嗯, 还确实好吃, 吃完之后, 还一会儿吃完之后, 一会儿吃完之后, 你再嘴唇一谈, 那个香味回甘, 这叫回味是香的, 确实好, 嗯, 好